亲爱的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这里是加面Alpha 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 今天给大家带来Google Chrome 多开终极形态解锁 轻松实现多号本地部署 将我们的空头收入最大化 正是因为前阵子ADS的安全事故 有很多观众老爷损失惨重 那么于是这一支影片就应运诞生了 我知道你们都使用过 专业的指纹浏览器 丝滑的同步和指纹隔离 确实比较好用 但这次我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 在不修改原生Cream的前提下 全靠插件和内置的API 实现类似指纹浏览器的功能 虽然这样做同步的效果 可能不尽如人意 会偶尔卡顿或者是异常 但至少它干干净净用得放心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实战眼帘环节 首先打开自己本身电脑袋的浏览器 然后搜索一下Google Chrome 官方网站下载 那么请注意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它很可能会出现 就是你会跟我出现一样的情况 有很多不同版本的 这个浏览器下载 那么它这边的话都是标注 有广告的 广告的话下载的话 一般都不是它正版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准 官方网站进行下载 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是正确的一个网址 到处我们也会贴在 视频的简介处当中 方便大家直接进行下载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 根据自己电脑的版本 然后进行下载 向对应的系统 我在这里的话是Windows 那它暂时不支持MacOS 今天的这支影片 不支持MacOS 仅仅支持Windows 那么这边我们进行下载之后 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对应的话 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安装的步骤 然后这边你根据它这个操作 步骤来就好了 非常简单 那么一旦我们安装完成之后 它会体现在我们的一个桌面当中 然后点击一下属性 其实就点击一下右键 不一定要打开属性 我们可以打开文件所在的位置 在这个当中呢 一开始你不会出现像我一样的 就是快捷方式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 这是我后续添加上去的 包括这个Google 就是谷歌多开 这个文件夹你也是没有的 我们在这边方向上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点开它这一个 然后创建新的快捷方式 那比方说我们创建一个六 然后再创建一个七 然后对应的 它会帮你自动整理 不用担心 打开我们的本地电脑 在另外一个系统盘 也不是系统吧 在另外一个磁盘当中呢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最好在这个文件夹中标注一下 撸毛浏览器 或者是你想要更改 什么样的名字都可以 只是为了区别 你刚刚创建的那个文件夹 你知道它在哪里 并且知道它的名字 那这里我们撸毛浏览器 这个文件夹创建完成之后呢 点开 然后这里的话 我已经添加进去了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 这些快捷方式了 全部都拖到这里面来 那你不要学着就是这样 一下移过去 一下移过去 我个人建议的话 就是为了保险起见 你可以在这个方向上 点击一下复制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 进行一下粘贴 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和保险 那么这边一旦 步骤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个 我们刚刚创建的 撸毛浏览器当中 点击一下属性 属性 一开始的话 各位是没有这一个 尾罪的 我们给大家去掉 先暂时性去掉 能看到的话 就是这一个尾罪 你肯定是跟我一模一样的 尾罪 不会有任何 就不会有第二个版本的 那需要在这个方向上 先敲一下空格 请注意啊 一定要先敲一下空格 然后刚刚就是将我们刚刚 我删掉这些内容 然后复制粘贴进去 那我这里的话 Cream浏览器 我安装在了C盘当中 如果你是安装在其他版当中的话 这个字符的话 需要进行一下更改 要跟你强烈 就是强调一遍 那这边的话 我们一旦输入完成之后呢 进行一下确认 做这一步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要更改一下 它内部的API 这样我们便完成了 Cream1的部署 你在这里完成第一项 部署的时候呢 实际上会在我们的这一个 本来下载的这个Google的位置 就在这边了 文件夹所在的位置当中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Google多开的浏览器 那这里的话你先不用管它 那我们继续完成 接下来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个步骤 六个步骤 那我们这边对应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二个 你就知道后续的怎么操作了 点击一下属性 然后将这边的话 请注意啊 一定一定一定有一个空格 请再三确认 一定有一个空格 然后相对应的输入这一串字符 这个字符的话 我们也会放置在视频的简介书当中 大家直接进行复制粘贴就好了 但这里的话要稍微跟大家讲明一点 我们现在正在更改的是 那个Cream2的 所以它的伪罪是2 那么同理可得 我们后面改三四五六的时候 七的时候 都需要在后面的数字当中进行更改 也要对应起来 那么它实际上是跟我们这一个创建的快捷方式 是一一对照起来的 相对应的属性全部部署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来返回到一开始的浏览器的这一个当前文件夹所在的位置 我们点开一下Google多开 你会发现它这边会出现 一二三四五 那为什么没有六和七呢 六和七的话就说明我之前是没有打开的 那这里的话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现在打开对应的页面 出现这样的话就是代表成功 那么对应的七的话也是 我这里先点击一下 我先给大家演示 然后七的话也要打开 只要你出现这样的画面都代表你已经部署成功了 那么这边的话稍微等我一下 因为可能用惯了MacOS的话 Windows突然间有点不太适应了 我们再返回到这一个当前文件夹 就是这个浏览器所在的文件夹当中 点开文件所在的位置 点击一下Google多开这个文件夹 你会发现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不对 相对应的七个就已经全部都体现在这个方向上了 当然你可以创建更多 十个五十个一百个 如果你有这么多精力和时间的话 你当然可以创建更多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还需要再给大家进行一下 到这里的话再给大家进行一下进阶教学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以第一个浏览器作为一个演示 首先点开一下 点开之后呢 我们对应的进行到一个拓展程序 然后我们点击访问Cream的应用程序 这里的话下载一下必要的插件 比如说OKX钱包 我们打开一下OKX 点击 然后进行到一个插件的安装 那这里我们添加至我们的Cream 然后添加拓展程序 目前大家能看到的话就是我小狐狸已经在这个上 就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是OKX 我们点开 然后将它置顶 我们先进行一下置顶 然后这边目前大家能看到的是小狐狸和OKX 这两个钱包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那么关掉之后呢 来到这一个文件夹当中 就是我们这一开始的话是浏览器的文件夹 Google多开 然后点开 然后相对的第一个 第一个文件夹打开之后呢 会有很多个文件夹 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一个 然后点击一下复制 将这一个的内容复制到234567这几个文件夹当中 请注意复制并不是打开文件夹进行复制 而是在一开始点击的时候呢 比方说是6啊 点击的时候呢 进行到一个粘贴 然后它这里会进行一个文件传输 如果出现这样的话 就是错的 再次进行一下粘贴 直到它出现 就是让你替换这些所有的文件 就代表着是 就代表着已经换成功了 就是像我这样出现替换目标中的文件 点击一下替换 我这边的话先进行一下替换 等待它这一个加载 那反正就是作为一个演示了 那其实我讲的也比较仔细了 那么对应的 我们在打开Cream 6的浏览器 点开之后 你会发现它小狐狸和OKX的钱包 都已经安装完成了 这就是对应的一个程序拓展的安装 那为了作为一个对比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对比之后呢 我的7的话 是没有进行到一个复制粘贴的 它这里的话就没有 对不对 那就代表着本次本地部署的话 就已经非常圆满的成功了 虽然可能过程当中会有一些 那个繁杂 是因为我在制作视频的时候 我总担心会有一些空白 然后大家会感觉到比较无聊 所以我会多讲一些废话 当然如果你整体按照我的这个步骤来的话 也不会出现任何的错误的 如果您正准备加入web3 还尚未注册主流交易所 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 轻松享受永续手续费减免的优惠 那么作为新人注册的话 不仅可以享受到新人专属的空头福利 还可以享受到数字盲盒以及对应体验金的奖励 赶紧注册起来吧 另外我们C7 Pro的话 开启了各大交易所量化更单新模式 即可参与更单坐享收益翻倍 180天稳定的盈利 这是我自己的更单记录 参与2到3个月 实际盈利高达700优 不过最近行情波动较大 各位理性参与 投资有风险 更单需谨慎 过往业绩的话 不能预示未来的表现 还请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决策 不过目前仅仅只是我开了7个浏览器窗口 如果您创建了50个100个 一个个点的话肯定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为大家整理了一个一键部署功能器 但在这里的话我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我没有提供打包好的程序文件 主要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主动的去验证代码的安全性 新手朋友如果不太懂的话 也可以把文件丢给杀毒软件或者是AI 去做一个基础性的筛查 永远不要相信任何陌生给你的代码或者程序 你的设备和数据安全最终还是需要你自己来负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